将夜之中的夫子修成了人类的极限 无举境 可以无视规则 超越规则 甚至反控规则用来战斗 是真正的人间无敌 就连这个世界的主宰 浩天也承认 其实我也没有信心 能够战胜 既然夫子已经强大到如此地步 为何最终还是选择了登天一战呢 夫子化月后是死了吗 纵观夫子的一生 在他修为越过五境 能够感知到这个世界隐藏的危险 了解到永夜后 便开始了对浩天世界孜孜不倦的探索 夫子无疑是幸运的 他的天赋虽非最好 但他开悟的年代 距离上一次永夜很近 留给他的时间相对充裕 有幸接触到七卷天书后 夫子的境界得到稳步提升 千年来 夫子不断在世间游历 专心探索天道 收集各类孤本典籍 预寻找战胜浩天的方法 寻找传说中的冥界 寻找世界的边缘 寻找美味的食物 还寻找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 他曾垂直向上废了三十多年 只为弄清楚天有多高 他曾在极北黑海上建造过一只巨轮 只希望能够躲避传说中的永夜 他踏破几百双鞋 走过世界的每个角落 找到了永夜的幸存者 屠夫和九徒 探寻永夜的真相 他收了一位天赋异禀的师弟 和十三位精彩绝艳的弟子 共同破解浩天世界的秘密 在这个过程中 夫子修成了无举 有了可以自保的实力 也参透了浩天的力量来源 那就是人间的信仰之力 于是夫子把自身的力量融入人间 和这个世界紧紧绑在了一起 我就是人间 我的力量就是人间之力 如此一来 浩天便无法准确锁定到他 只能降下分身来人间 寻找夫子的踪迹 并设局骗夫子 将人间之力注入桑桑体内 最终找到夫子 并邀其上天一战 有人觉得夫子是被发现了踪迹 不得已才离开人间的 其实并非如此 人间才是对夫子最有利的战场 夫子就是人间 他无视规则 可以反控规则用来战斗 又能源源不断地抽取人间之力 试想一下 宁缺只是聚集了都城的人间之力 就将清静静地灌主击败 那能够聚集所有人间之力的夫子 该有多么强大呢 这才是浩天承认没有把握战胜夫子 只能邀请他上天的真实原因 而邀请是有可能被拒绝的 所以区区一个浩天分身 是吓不到夫子的 真动其手来天女定然会被消灭 而浩天想要毁灭夫子 就得先毁掉这个世界 其实夫子之所以登天一战 最重要的原因是 他在人间实在呆腻了 夫子活了一千多岁 在人间全无敌 是真正的不与天战与水战 而且什么好吃的好玩的 他都经历过了 生命中已经没有了挑战 将夜中的书院 一直代表着革新 追求入室就是 认为世人不应该一直困在这个封闭的世界 应该去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夫子自然也是如此 所以他一直想要突破束缚到浩天世界之外 去看一看 即使明知自己的选择是错的 依然出手就下了宁缺和桑桑 其次 夫子在遇到宁缺后 才真正明白了天书名字卷中 夜临月线的真正含义 日月轮回 生生不息 自然之理 自然之理 未知道 道以言法 法若末世 月线 然无数节来 万古长夜不见月 夫子终于明白了 自己便是月 便是那永夜的终结者 这是宿命 天不生夫子 万古如长夜 夫子化月后 其实并没有死 他只是以另外一种形式 在神国与浩天战斗 书院众人就长以月的殷勤圆缺 来判断夫子在神国战斗的优劣事 化月后的夫子仍心系人间和书院 曾多次以大神通帮助书院众人 在原著大结局时 灌主手持七卷天书重新开天 人间炙热如同炼雨 也是夫子发动日时 以后月之身挡住了烈日 宁缺一刀劈开后天世界后 无数域外陨石破空而至 又是夫子化身的月 替人类挡住了所有陨石 而遭到陨石撞击的月亮表面 不再光滑好看 甚至有些丑陋 但在人们眼中 他却依然完美 夫子在人间守护了千年 今后大概也会万年 一年的默默守护着人间